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因为老师拿着手机,手会抖得蛮厉害的 所以就想到一个方法 干脆把手机黏在墙壁上 这样操作起来 影片不会晃动 看的人就不会很不舒服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点选Store Area 这个APP 它的预设值,我们看一下 老师先让它跳回到原先的 用Back鍵 好,再回到这个 好,那等个几秒钟 就可以看到它打开了 好,预设的画面是这样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到 好,第一个 各位同学可能会看到 奇怪,时间和现在的时间好像有点问题 那 我们可以点选 这里有个时间 好,这里回到现在的时间 好,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呢 好,回到这里 点选这个工具选单 好,日期与时间 可以跳至目前的时刻 好,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好,再回到初始画面 好,我们点选这个下方的工具列呢 可以看得到在PC上 一样的 左方隐藏工具列 和下方隐藏工具列 好,接着我们来说明 左方工具列 点一下 可以看到 总共有 123456 6个设定 那我们看到刚才已经看到 日期与时间了 我们点下去 那我们把时间稍微调一下好了 好,调到晚上去 好的 那我们现在看 咦,星空就变成晚上的了 那另外 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 你可以去 去定义那个时间 就可以看出那个时间的变化 如果刚好是那一天有发生日时的现象 你还可以这样去回顾 或者是展望未来 那个时间点 的一些星象的一个变化 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地景 好,地景的部分 这边有四个 预设值是第一个 那第二、第三、第四 老师就不点了 让你们自己去发掘 那在PC上面呢 它的地景图又更多 那定制地景呢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那种清洁感 如果你有把自己 所在的位置 的全景图把它拍出来 是可以去定制地景的 不过老师在 那个 手机上 我还没定制过 所以 不敢先说 那 在PC上是OK的 好,那我们再用 背个键 好,回到这个时间 又跑掉了 因为刚才还没有回复 好,然后回到这个时间点 好,再来我们看到 位置 那位置的部分呢 是用GPS去做一个定位的 那有Latitude和Latitude Latitude就是维度 Latitude就是精度 然后地名和城市的名称 点点 好 那再来 我们看到星空术语 那星空术语 那星空术语 预设值是 西洋的 好,我们可以用这样滑 去看到各个不同文明 它的星空术语 让他点中国的看看 好 那我回到 画面来 那各位同学 可能没有看到 为什么 因为老师没有把 星座的名称 那些把它叫出来 所以你不会看到 好,再来 好,把星空术语 回复到西洋的 OK 好,那我们再看到 其他的部分 那其他有光害和银河亮度 但银河亮度越亮的话 我们就可以 看得出来银河在哪里 那光害的部分呢 光害越大 反而会怎样 会 我们看不到那些星星 OK 那可以去模拟说 这个程式 如果光害很强的时候 我们去对应 那实际的 那个星空的时候 可能 诶,那个增和减 就看你怎么去做一个调配 好,再来 我们再看到 关羽 那关羽的部分 就是这一套软体 它的那个版本 好,接着我们来说明这个主画面 好,接着我们来说明这个主画面 主画面的部分 刚刚已经有提到这个时间的部分 那时间是可以去做一个快转 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这样看起来 心 悟患心仪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不过 如果在 电脑里面这样跑的时候 要小心 那个学生 可能会 天旋地转 好,那当然也可以 倒下 来 诶,糟糕 跑掉了 好,我把时间 手指太粗 也是个问题 来 倒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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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再来看到这个 再把它回复正常的 Real Time 就真实的时间 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一个 下面这个 三角形象下这个 就是回到 现在这个时间点 各位看到现在的时间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到 下方的工具列 老师先把所有的功能先都取消 一一跟各位做一个解说 好,那第一个就是星座连线 点下去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星座的连线 就会跑出来了 这边会慢慢的跑出来 再把它稍微做一下移动 好,慢慢的出来 好,有时候它的反应不是那么的快 好,你点到一个星星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出现这个星星的资料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工具列 第二个就是 星座的名称 那星座的名称 当然各位就如图所示 那星座的名称就会跑出来了 好,我先把它 拿掉 因为这样画面会显得很杂乱 好,第三个就是星座的图绘 那星座图绘点下去之后 那些图绘就会跑出来了 方便去对那个星座有一些 呃,梦幻的那种感觉 好,来到第四个就是 赤道坐标 那赤道坐标呢 可能国小的同学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不过如果有那个透明的地球仪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光点放在地球的球星 那地球的球星 如果把地球想象成一颗空星 但是呢,就是 它上面的经纬度都画出来的话 那投射到天体上的那个坐标啊 就叫做赤道坐标 好,那第五个就是地平坐标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坐标呢 大家一定会混淆 那地平坐标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依您现在的定位点 去跟别人说 诶,各位 要分享给旁边这位朋友的话说 啊,看看北极星在那里 那在哪里呢 您手指的方向,你要告诉他 一个就是什么 你的方位啊 对不对 一定在北边嘛,对不对 那北边的阳角几度 那很容易的去跟旁边的朋友 说,诶,那颗星星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就叫做地平坐标 就是以您所在的位置为主 好,接着 老师要把这边取消好了 好,接下来这个叫做地景 那地景出来的时候 诶,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那个星空就被遮住了 因为怎样 因为你所待会不可能穿透地心去看到 那些星星啊 所以,地景就是以一个比较实际的状况去呈现 当然地景消失的时候也是方便做一些解说 好,另外我们再看到大气 那大气把它显现的时候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已经被阳光所遮住了 星星就没有办法再呈现它的亮度了 所以当阳光一出来 重星就这样就暗然了 好,再来 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定位点 那定位点就是方位角,东南西北 各位同学看到 刚才东并没有出现了 定位点之后它就出现了 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图示叫做星云 点下去之后 各位同学看到 星空有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些 就是由橘色这样点点点所组成的 围成一圈所组成的 这个都是星云 那就会被标示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图示是 行星标签 好,各位同学刚才有看到闪示一下 那就是当我们在按这个图示的时候 久一点 它就会出现这个图示的一个中文名称 好,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边 金星刚才没有 现在被标示出来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最新的功能 就是会随着 我们所见及所得 的方式 去呈现现在目前的 星空的状态 好,我们点一下 好,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因为我是贴在墙壁上的 现在的水平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去窗外看到地平线 就是这样的 然后太阳目前就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您要用 一个比较简单的功能 不用钱的 就是可以点这个 Google天象 好,各位同学可以比较一下 好,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地平线在这边 那这个Storabium的功能呢 是跟PC里面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功能 那另外这个是 夜间模式 那夜间模式 这位同学可以想一下 好,可能 各位可能比较没有经验 这方面的生活上的经验 像老师想起小时候 老师叫我们去看那个 就是拿着那个星象盘 去观察星座时 都会叫我们带一张 红色的玻璃子 那红色玻璃子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贴在星象盘 或者是啊 放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 手电筒上面 照出来光 就是红色的光 好,这样就 不会因为 就是照在星象盘上的反光 看不太清楚 上面的那个 一些讯息